欢迎来到刚刚说 现在给我科普呢 和青年的聊得怎么样 挺开心挺开心的 您正好再讲问您 因为每个职业有它创造力最辉煌的年龄段 比如化学家多少物理学家多少 天文学家最辉煌的黄金时代是 就是30岁出头左右 但是天文学家持续的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就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不听这么久 因为天文学它需要的积累比较多 有点像那种某种历史学科的感觉 我们叫做纯党数据的研究 但是最有创造力的这个年代 这我觉得始终是没变 就是三四十岁的时候 所以他们是最有创造力的 所以我接下来跟他们说 您要敢于出来来批评我们 那那种过去的这种观测者那种冒险感 你说发现相对论那个 你要去非洲去去看 去看那些诠实 像那个探险家一样那种观测感 现在也都没有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实验室还需要弱点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四川稻层 4300多米上面 在阿里5100多米上面建 我跟您去上那种太有意思感觉 那一开始的时候环境还是挺恶劣的 真正在那工作人呐是很辛苦的 我们实验室就是不断的 整天有人去值班嘛 他们还好 没有让你们到卫星上面去值班 他们倒是期待 我觉得 我问他们想去穿越到哪 他们多想去穿越 都想去看核动 都想去穿越 在这儿基本的形容指南就是慢走 然后慢说话 先给老师 好好好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还能穿得住 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西洋 真的啊 您来这么多次 我在我们那边的西藏洋八景那块 4300多米 我还站着还打冰箱球呢 对吧 那咱们今天约你打冰箱球呗 对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十年前 这位海外太高了 苏林袍刚才说太那个了 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 推倒公式推倒不下去 这个脑子会运暖的不太好 那这次拍摄好 是一个胡言乱语的 在这儿不能吵架 对对 吵架不是你跟不上我就是我跟不上你 咱们俩会对不上 对 但是你们请多吸一下吧 没什么吧 他们还都还好还好 我看得还好他们 那不是显得我们老了吗 这不能这样啊 不是 不是 那我看的话 你们俩没什么很大的这个 我还是坚持着 要预防一下 预防一下还好 你得永远再开着会呢 那带 快带走 你先一带 不不不不我得看看这会儿我这个 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关了 我声音关了 没问题 这整个会场就是听我在跟你讲这个 哇 风景好不一样对不对 太舒服了 啊 就是心情就会特别好 你看这个机场看起来 嗯 还是很科幻的 像天文来客 像一个飞碟 对 落到这个地方来 还是很科幻的这个 就感觉我们是坐着这个来的 是吧 我没有额外的意见 我就是 来听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回头去落实 我这边心怀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说这么多 好吧 谢谢 这地儿特别好 嗯 公园是吧 啊 谢谢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大家 啊 再见 会议胜利结束 嗯 太好了 哈哈 一心二用的这个 真好吃 你就会议胜利结束 还行 而且重点而且圆满结束 专家组对我们的发展计划非常满意 就是要把我们科学院的重点实验室 要把它升级成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不仅仅是我们的卫星 而且就是我们拉手 它又建了发现了一个 它又建了一个世界记录 嗯 明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是这个实验室主任了 嗯 他们这个 医院的领导 对我表示感谢说 当老师明知自己不能 嗯 当而且这个实验室越快通过 嗯 越快 被免掉 嗯 我说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说我已经挣扎了 多少年了不想当 你们都不放过我 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尽快的能够不当 不当之后您最要干嘛呢 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做科学研究 嗯 推动的理论的研究 这是我的业余爱好 嗯 我们的理论和别的理论太不一样了 我们被打压的太狠了 嗯 不能当成我吃饭的东西 还有一个业余爱好 嗯 就是研究我们的大脑如何审美 如何理解什么是美 美对你来说美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所有的那些科学工程都追求简洁 对 优美对 包括我看那些调查说那种好大数学家 一定是不管多么穷 一定是风景特别优美的家乡 对 这实际上还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格白尼提出来这个日行说实际上是他的审美关系的作用 他还是认为以前的太复杂了 那么爱因斯坦更不用说了很多大物理学 就迷这个对称美简洁美就迷得不得了 嗯 但他们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嗯 所以 这问题就来了 这个自然难道真的 就遵从了这样吗 嗯 我觉得未必 嗯 我们想要追求的理解的是自然的规律 凭什么 嗯 自然的规律 要和你的审美 嗯 有关系呢 自然还有复杂的 不简洁的那一部分呢 嗯 他的美 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嗯 所以这是很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不同的人为同一件事情美或者不美 又去吵架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艺术品 嗯 没有任何感觉 有人跟我们讲了一通之后 就哎呀好美啊 嗯 发生了什么 嗯 这里面一定有底层的科学 嗯 我们没有搞明白 嗯 那我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自己去解决就好了 到时候就可以分析为什么雅丁这么美了是吧 哈哈哈哈 所以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业余爱好 甚至于比我那个黑洞的那个业余爱好我爱的还很 就是你也不在乎比如这个行业人觉得这个你这两个研究都很业余 我不在乎别人什么看待我的黑洞理论 也不在乎别人如果看待我的美学理论 我只是特别开心 我又理解了一点 嗯 我又理解了一点 如果这个爱好你不拿它吃饭的话 嗯 你就会比较开心 嗯 就比较开心 因为你没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自由 我做的是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至于我能不能解决 那也不一定对不对 但至少这问题的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去做它 沿上最早就是推动我们做宇宙线嘛 嗯 就是到山上去做嘛 因为我们国家那时候的其他科研条件不好 我们就有山 嗯 所以就到山上放一些探测器 嗯 然后所以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去就坐下来了 嗯 所以某种上这也是何先生的遗产 某种遗产 对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石头感已经很像科幻片里面那种感觉 我们走在路上说好像火星啊 对啊 说一个外星人哈 对 如果飞过我们这个地方 说这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目的 对 但也可以说是目的啊 嗯 所以这些高能的粒子 它最后被我们接收到 嗯 死在我们的探测器里面了 好失忆啊 这么一说的 说这个目的了 又没那么失忆 为外星文明修的目的 对 比如这就是一个探测器了 探测器是吧 这就是一个探测器了 这个粒子穿过我们这个探测器 它会发光 嗯 这个光的这个信号 就在这收集起来 嗯 这些信号最后都传递到 中间的那个这线大楼嘛 嗯 都在那个地方 把这个信号收集起来 嗯 你看这样的探测器非常多 因为多少个都有 几百个 几千个 几千个 然后这个大的鼓 鼓是什么呢 又是接收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粒子 它实际上探测器是在下面的 其他的一些 一些穿透能力比较弱的信号 嗯 比如说电子啊 或者说 枝纸啊 嗯 都给它过滤掉 嗯 剩下的一种 我们叫做μ昂信号 嗯 这种信号它很特别 这作品是什么呀 μ 就是μ 是吧 对 对 对 它穿透能力非常强 在国际上就要养高能量的干嘛射线 就只有我们这能干的 其他的养都干不到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区分出来了 前两天刚发生的一件 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大质量的恒星爆发了 然后产生了一个黑洞 就是这个阵列观测到了 有史以来 嗯 能量最高的干嘛射线 嗯 那个时候 我们的慧眼卫星 全好就在这个上面 那个信号 嗯 被我们的慧眼天文卫星 嗯 也接触到了 我们又特别高兴的 这是 第一次 我们的卫星 嗯 和这个地面的这个设施 同时 观测到了 一个世界 嗯 以前都各自吹各自的牛 嗯 但是我们可以一块吹一次牛 嗯 这个要是何老师知道 肯定开心死了 何先生知道 对 太神秘了 太神奇 那观景台在那里 一会走上去 视野会好一点 我挺想这么爬 你们行吗 呃 这你不敢爬 嗯 一定会 一会抱着吧 不用 你爬着 你不要拍出我们 我们就不这样 我们就没事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在吸氧 就我们俩不吸 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慢慢走上去 好 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快一点就很喘吗 嗯 他们他们是 应该是不是跑一下 哈哈哈哈 他们老老吓唬我 等等等 等 等 还是要慢一点 还是要慢一点 对 还是要慢一点 你慢点啊 嗯 还好啊 没那么不喘的 你就忽悠我们 对 我们做出喘的这个姿态来 想去道呢 哈哈哈哈 没有 这也不让太高 所以这看起来就很高 稍微有点约 有点约 有一点约 对 所以我们是无数个土包 接收这个外太空的信号 对对 所以凡是落到我们这个圈里面的 每一个粒子的生命 它都是有意义的 嗯 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 我们给它记录下来 让他们的意义都彰显出来了 嗯 否则他们就浪费了 所以刚刚我看那货金内 说了多少一次 望远镜去看遥远的太空 嗯 接收的都是他们过去的信息啊 那当然 都是多少光年以前的信息 是的 所以我有一次 在南京大学做一报告 我们那天报告的题目叫做 宇宙考古学 多好 说的太对了 我们看到的越远的宇宙的光线 就是越老的宇宙 我们不就是在做考古吗 对吧 大家就笑起来了 其实就是嘛 所以你看这些形状也符合考古学的 是吧 也符合考古学 对 宇宙考古学 对 嗯 绕过去很麻烦吗 很远吗 也不是很远 就从那个门走过去 那咱们绕一下呗 走过去 可以了是吧 要不然我们就准备端着走了 帮我们开一下吧 开一下 谢谢 康老师 好的 这个风势有点大哈 风势有点大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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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挺舒服的一下子 我觉得挺好 这个温度也是比较合适 对 找到一个好地方 嗯 是不是比我办公室要要好 嗯 对成为天文黑家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但是小时候你想 因为我看过一些则 你小时候在竹马店的生活 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家庭什么气氛呢 其实特别怀念 说实话 特别怀念在哪呢 就是不用上学 当然大人的那种焦虑啊 我们作为孩子 其实不太感受得到 嗯 孩子就是玩嘛 嗯 玩嘛 我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问父母的很多的一些 很幼稚的话 为什么炒鸡蛋的时候加那么多菜 为什么不能全部是鸡蛋 因为不理解嘛 嗯 你父亲什么样的人 父亲母亲 嗯 他们自己性格影响大 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知识分子 我父亲 他是山东大学中文 学中文的 所以我的语文的话呢 跟他很有关系 小时候逼着我背东西写东西啊 所以我就是后来 坚决不学文科 就是被记忆 小人是记忆 就是我实在是说不了 逃离父权 是吧 反抗这个传统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上面 更重视的还是理工科 学会数理化 对对 我看您说最初是希望 可能上个师范做个老师就好了 十几岁的这种人生的设想 这是我父母一直跟我这么说的 一直跟我这么说 因为那个时候 你要下乡 下乡之后表现不错 然后再推荐出来 然后我就想吃饭 对我来讲就是 就是最好的出路了 然后就听说考高考了 记得那时候我正在那玩 你爸在那玩 然后我想我爸骑着自行车就到了 爸我抓的自行车就坐上说 现在恢复高考了 回家读书去 这么戏剧性啊 抓了这东西 太有意思了 开始读书 然后就回去恶补了一小子 这个 我附近是军人出身 所以他特别想让我上军校 上军校 但是呢 我妈和我姨不想让我上军校 所以你爸你妈这是冲突的 但是是我爸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密谋 把我的这个 报考国防科大的这个第一志愿 改成了清华 工农物理系 你的命运是这么被决定的 但是我是 所以我说我是从来 我从来不后悔任何事情 既然是这样就这样了 而且我是特别容易被人忽悠的 我们专业是做油浓缩的 然后这个老师一讲 这个专业有多重要 原子弹靠这个 核反应对原子弹 这个人类的未来就是靠这个 所以就是激情洋溢嘛 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而且我上中学的时候 由于这个李政到杨振宁 金兆曾获得诺奖 就说我华人 给我们中国人 争的最大的面子的就是他们 他们几个当然是超级明星 超级明星 而又都是高能物理 对 所以中学的时候其实有这么一个梦想 然后呢我这个读完的博的时候 在英国 我就想 哎 我在中学的时候这个梦想 是不是咱们可以圆一下 嗯 嗯 不确定的 甚至于明确的知道我大学毕业 就要分到哪个核工厂 这是清楚的 嗯 但是到了我要快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可以考研究生了 嗯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意识到 我不适合做工程师 怎么意识到呢 为什么呢 也就实习过也就看过 嗯 就好像觉得和自己想的 原来想的 这个在深山里面 沙漠里面那个科学家 做事情不太一样 没有那种浪漫主义精神 对没有那种浪漫了 觉得在工厂里面就是那样了 对 就觉得不一样 思想不够安分 就和老师讨论 然后这个 他觉得 空间物理比较好 他觉得那个东西很牛 他动联我 到科学院去读空间物理 嗯 考完了之后啊 咱细节就不说了 要说别人就说 今天吹牛吹的太多了 啊 总而言之 吹一点吧 吹一点 吹一点吧 有限吹吹一点 就考完了之后 我当时报考的那个导师 就建议我说 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来 这个何志慧先生这个 比我这好 他就是何先生不就属于那种 那种英雄式的 对 眼睛一亮 所以就来了 后来也吃包和去 英包留学就是 当一派出去的嘛 嗯 其实我是我觉得特别幸运 呃 在我的价值观 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 嗯 83年84年嘛 就那会儿社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 新的东西非常多 让我知道 这个世界远远比清华大的多 嗯 远远比我原来以为的 我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得多 整个室也一下打开了 对对对 我觉得是 觉得也是特别幸运 哎呀太有意思了 嗯 然后我们换了 风太大了感觉慢慢 对 对 咱们去带出去楼上 去办公室吧 嗯 走上去吧 从那走 那走 嗯 好 这个刚刚走 嗯 那上去 二楼 这个走楼梯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 嗯 尤其是坐地铁 我每天坐地铁 爬那个楼梯 我就特别喜欢 嗯 一次爬两节 我觉得你的状况非常好 呃 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啊 嗯 这啥都是体力活最后 我是平时都是站着工作的 站着工作效率更高 呃 主要是站着说话不要腰疼 哈哈 很重要 哈哈 其实一个小秘密 我这个站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经常有人会过来找我 嗯 大家都有事的哈 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来 我不会请人家坐下的 嗯 我就站在这儿 对方也站在那儿 一般人没有我能站 嗯 所以事说完就在走了 对对对对 你要坐下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对对 很重要 减少一下这个 这多少年了这个工作习惯 我大概是07年08年的时候 腰肩盘这个 前老做的就很不好 嗯 腰不好 那一段时间就非常严重 嗯 后来我就琢磨了一下 嗯 我这个是个力学问题啊 站起来的话呢 他就这个应力分布就比较好了 嗯 站起来解决了这个时空扭曲问题 哎 这个应力分布会比较好一点 嗯 嗯 哇 最受欢迎的 哈哈 有时候寄到办公室的就放这儿 寄到家里面就在就堆在家里 所以你在黑板上还要做这些公式啊 就是有人过来要讨论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儿讨论一下就是 这黑板是我们典型的想象中的科学家工作的感觉 对我们啥也看不懂 不好意思弄了什么 我是对办公室的要求 就是要有个能够站着工作的桌子 和一个黑板 其他都不重要 对 这些不计的都是跟随讨论的 反正讨论完了就完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赵老师想坐哪边都行 嗯 你你你选坐哪边都 到何先生他们找你回来的时候 对 你什么感觉 因为简单来讲 在美国你到了天花板 嗯 我特别想做NASA的偏文卫星的手艺科业家 但是NASA明确告诉我说 不加入美国国机就不能做 嗯 我的未来就这样了 嗯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带研究生一直到退休为止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如果我现在就能看到我退休那一天 我为什么还要活到退休那一天呢 嗯 就是在这种纠结当中 恰好我的老师邀请我回国工作 干这个不演慧星 嗯 这个也折腾了很多年 终于把它给弄上去了 所以您回国是因为这个而起某种意义 嗯 对这是主要的 另外一个因为我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呢 讲的东西全是欧美人的成就 嗯 你心里呢 嗯 很酸 理解理解 正常的文化自尊嘛 我说我这一代人能把精神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使得我们对于人类 对于自然的认识 对于宇宙的认识 我们的贡献 能够在教科书里面 能够多一些 其实我当时很感动一句话就是 他说我们每代人都要成为下一代人的垫脚石 你说是对的 踩着我们可以往上更好一步 所以曾经包括美国科学雅兹的记者来采访我 什么时候 说张老师你觉得你可以放心了 我说我觉得是 当我的学生的学生 能够唱主调的时候 我就放心了 嗯 我们给你们的理想主义加点烤串 是吧 大家一起吃啊 这是这是我的 哎呀这个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 这个不需要快的下手就行了 如果你们不觉得我们不够文明的话 为什么 没有没有 这足够好了 已经超出我的需求了 我特别不喜欢的 就是在一个餐馆里面 坐着一个特别大的桌子上面 那种最烦了是吧 我这种场合非常多 但是我是竭尽一切的能力来做这个东西 而只要有人邀请我说 出去烤串 或者地摊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是 咱们又就这个风格 在黑洞里弄过烤串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咱们就不讲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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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特别开心 你怎么开心怎么舒服 那目前为止哪个是 你觉得是可能留下来的 有些人觉得 我对于黑洞的性质的认识 比如说如何测量黑洞的自转 这件事情是我和我的两位同事 都是华人科学学院提出来的 这个方法现在已经进入了很多教科书了 那不已经实现了吗 是不是以后永远这样 那不一定 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做的事情 那时候是觉得很牛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不算什么 真正的 我觉得比较牛的东西 是由于我的学生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张老师有一个天体干了一件什么奇怪事情 咱们慧眼望眼镜是不是观测一下 嗯 我说你这太不高谱了 以前你让我看的都是坑 啥也没看着 我再丢一次人 我说我可能这个事情 没有地方再丢了 对不对 嗯 结果就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 怎么跟我们这种门外汉解释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呢 我们发现了快速射电报 是来自于一个中指星 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比较牛呢 嗯 以前不断的发现这种信号 但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天体来的信号 甚至于包括霍金 觉得可能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所以这事就变成了天文界的一个未解之谜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我们就发现了 是来自于就是他所让我观测这个 中心的 这就变成了这个 大事 2020年的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 他们各自发布了 嗯 当年的十大科学成就 那真厉害 那真的很厉害的一下子 所以说明一下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得相信年轻人创造力比你厉害 嗯 所以这点还是受你自由的那种气氛 我觉得是对的 你得给他机会 机会 对 当自己发现黑洞 那是什么感觉 嗯 还发现两个黑洞是吧 对对对对 至少两个吧 嗯 能够能够比较确认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哈 天文望远镜 也就是GAMMA视线望远镜 嗯 还比较少啊 所以要发现一个新的GAMMA视线圆 或者新的X线圆 那个时候还 不是太容易 而我到NASA工作的我的老板Fishman 他特别鼓励你自己的想法 嗯 我就说其中一个小组的事情 我是挺感兴趣的 但是呢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 他说好 你就按你的想法来做别理他们 嗯 我当时想就是说 这个卫星绕着地球转 每一圈它都被这个地球啊 挡一次 嗯 然后再过来又被放开了 背后的数学和这个医学那个断层扫描 是一模一样 嗯 它就是对天上做了一个扫描 嗯 如果天上有新的圆 如果比较亮的话 嗯 我们就能够知道了 所以很快我们就发现了 嗯 新的黑洞 这怎么想出这办法呀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想象力怎么来的呢 嗯 我中间啊 其实在这个 在到了这个 NASA支持之前 你也不知道能找到哪个工作 所以要找一些电背的 嗯 偷解密就投到了一家医院 他就是做这种医学成像的 嗯 那为了做面试吧 就了解了他们 一想 这东西也不难嘛 嗯 嗯 很奇怪的引用了一篇医学的一篇 哇 这有意思 嗯 嗯 就非常好玩 所以这篇的文出来 等于 那上的地位就 就确认了某种医生是吗 嗯 还算是挺重要的 嗯 一篇文章 因为其实NASA很少接收这种方法的文章 嗯 有 因为我在那之前没有人这么干 嗯 因为没有以前在那里拆 这会不会有个圆 那要拆位置到底在哪啊 嗯 就是拆了非常困难 这样的话 有这个方法之后 天天产生这个天图 那时候我办公室里面 堆的成堆都是这一天 嗯 然后到了96年 有一天 我记得是周五晚上 我在家里面 在图案看到一个非常亮的一个 新的天 在那个方向上没有 嗯 非常的亮 有时候就是个运气 发现一个天体 你发现的时候觉得就很亮 亮就亮嘛 对不对 这个这种事情 每一两年也会发生一次的 嗯 但是就没想到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黑洞 这个它前面特别干净 嗯 好像就是亮相等在那 让我们把它给它测量清楚似的 而且它还产生这个相对论的 这个喷流啊 这个速度非常接近光 往外跑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教科书上的 是完美的黑洞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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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完美的 就等在那儿 让我们把它研究清楚的一个黑洞 嗯 所以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后来再发现就 嗯 兴奋 没那么兴奋 没这么兴奋了 对对对对 谁都有第一次嘛 嗯 第一次的时候比较行 周老师 我先慢慢拍照照 啊 好 靠近一点 好 哈哈哈 然后你们可以就往前自然的走 走两步 往你们那走两步是吧 还这样走 各种摆拍 哈哈哈 各种装哈 我们认不了自然的人 您平时拍照什么姿势啊 哈哈哈 这个这个挺好看 卡巴依 这边还有路 鞋成了 好,好,好